接下来介绍的是 陈均医师癌症治疗药物治疗奖座的第五鼠奖 荷尔蒙治疗药物Degarilis 它的食用品名又叫做Femagong Femagong Femagong这个药物的治疗的适应症是 成年男性晚期荷尔蒙依赖型的检验线癌 它的药理学特性就是 它是一个选择性促性腺积素 脂肪激素的阻断剂 所以它可以迅速的降低 触性腺积素 黄底积素和绿泡积素的释放 从而减少睾丸分泌睾乌酮 所以对前列腺敏感性 对前列腺癌 尤其是对所谓的荷尔蒙治疗 还有敏感性的社物腺癌 依赖性的社物 雄性素依赖性的社物腺癌 特别的有帮忙 另外它不像触性腺积素 释放激素的受体触效剂 这东西在初始治疗之后 并不会出现触黄底积素的急增 而导致短暂的搞固酮急增 而导致刚开始使用肿瘤突然恶化 或加重潜在的一个症状 用法用量这个药物是 刚开始每皮下注射两次 每次100毫 第一个月是每个月注射两次 一次100毫20毫克 之后每一个月皮下注射80毫克 给药方法大家刚刚有提过 目前这药物仅用于瀑布皮下注射 注射区域应该做周期性的更改 应该选择无外在压力的区域 不适合靠近腰带或束带的地方 因为这地方有比较多压力 也不适合靠近这股地方注射 老年人轻度或中度肝肾功能不全病人 不需要调整纪念 肝肾功能严重不全的病人 不减肾使用 并没有用在女性儿童跟青少年相关的资料 所以目前不建议使用在女性儿童跟青少年 有没有什么禁忌症 对这个本药的活性成分或复兴剂过敏者 就禁止使用 这个药物跟其他的抗雄新疏药 对心电图会有可能会延长QT 的一个间隔 所以应该审慎评估是否对于先天性QT延长 冲血性心脏衰竭 经常性电解值异常 和正在服用已知会延长QT间隔的药物的患者的使用 如果有电解值异常应该矫正 可以考虑使用心电图及电解值的一个监控方式 来做周期性的监测 合并心理补诊的药物是有哪些会产生QT的间隔延长 写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参考 甚至抗精神病的药物也特别要小心 包括Mesatone或者是C-supply 或Mosifroxacin一个抗生素的合并使用 都会造成心率不整的形形 QT的延长 建议在治疗期间 这个要做所谓的肝功能监测 另外这个药物会造成糖分的控制 血糖的数值有一场 所以要简密的监控血糖的数值 药物的交互作用基本上目前没有显著跟其他特别 药物代谢酵素的交互作用 或者是药物动力学的影响 所以并不会有影响 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药物交互作用需要注意的 另外 对于怀孕或可能怀孕的妇女是禁止使用 对于驾驶跟机器操作能力来讲 目前并没有相关的研究 不良反应有哪些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因为搞固酮抑制导致的身体学变化 包括男性的患者 食用之后会有潮热体重增加的情形 目前研究是发现到 接受治疗期一年时间内 大概会有25%的会有潮热 7%的男性病患会有体重增加 另外 注射部位的副作用 这些注射部位就是 注射后数小时偶尔有短暂的寒颤发热 和类流感疾病的报告 或有疼痛红搬的情形 维持剂量的时候 也是有产生注射部位的一些不良反应 但是严重注射部位不良反应 是非常少发生的 这是它常见的副作用 常见是指了1%到10%的发生的几率 包括贫血 体重增加 失眠 眩晕头痛 腹泻 恶心 肝功能异常 多汗 倒汗 以及皮疹 肌肉关节骨骼不适 男性女子症 睾丸萎缩缩 勃起障碍 还有一些注射部位的内流感反应等等 都是属于常见副作用 过来这些都是不常见的副作用 包括过敏反应 精神损害 视力模糊 还有一些高血压 呼吸困难便秘 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的骨质疏松 骨头无力 肌肉关节无力 或者贫尿 尿急 射精失败 全身乏力 居部水肿的问题 这个药过量怎么处理 目前并没有太多的丁床经验 所以监测病人必要使给予适当的 合适之得知识治疗是应该的